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选择更新视频 是不是想要传递一些什么信息给大家 更新时间的话 其实是也是一个多月之前才最终决定的 这三年虽然是我没有活跃在互联网上 都在猫着做自己的事情 但其实每年都会看到很多关于我付出的消息 其实原本我是想 把我自己现在在做的事情都拿到结果之后 再跟大家见面 但是前段时间又看到了一些出出的新闻 就是为了避免大家过多的去担心和揣测 所以干脆我自己就出来跟大家说一下 我这三年在做什么 然后未来做些什么 就省得大家担心 关于视频的话 其实是我决定更新之后的这一个多月 能够剪出来这么多 就剪出来就发了 也还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所以一口气满足了大家多年的一个愿望 看到了你很多的作品 那么在这次的作品当中 其实我们也注意到 除了你特别习惯于让大家 比较细爱的这种生活方式的系列之外 还是更多的关注在了 刚才你提到的《飞宜》的作品上面 那么在《飞宜》的这块 是不是你有也要强烈地想要表达自己的一种意愿 或者是刚才你提到的 也是自己也会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其实在六七年前 我去拜访首艺人的时候 和更多的是为了学习技术 最近这几年时间充裕了之后 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听他们的故事 跟他们聊天 但他们相处久了 你会发现传统文化在他们那里 不仅仅是一个高大上的标签 更多的还是一些烟火寻常的东西 我记得2018年的时候 我去江苏南通王正希爷爷那里 去学蓝櫻花布 当时他是80岁 他的三个孩子都是在跟他学习染布 走的时候我问他 我说你的孙子们有没有跟你学这个 他说有 但是没有做这个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他们总要先吃饱饭吧 但是随着近几年传统文化 逐步的被喜爱和重视 今年我在去到他们那的时候 王爷爷特别开心的 他拉着我的手去看他的 新染的布和新作的一些产品 特别的时尚 而且符合年轻人的审美 我问他 我说你是新请了设计师吗 然后他特别自豪的跟我说 不是啊 这是我孙女 现在帮我们在座的设计 那一刻我就觉得 这不就是传统文化 创新发展的意义吗 当这些手艺能够跟上 时代潮流和被市场需要的时候 当他们能够真正的融入到 我们的生活场景里面来的时候 去学这门手艺的人 才会越来越多 也才会真正的去实现 传统文化传承的自我混动 和整个生态的闭环 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 就是我在这方面还能做些什么 所以后续其实也做了很多 跟传统文化相关的一些事情 接触了这么多的手艺人 这么多的飞翼的传承的产品 那么包括这次你剪出来的事情 对跟大家见面的视频 有没有你最喜欢的 其实都还蛮喜欢的 但印象深刻的还真有一个 就是我第一个发的那个视频 七七 这个真的是痛病快乐 我去年春天准备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还跟舅舅吹牛 我说万一我真的就是 做大七的天选之人吗 没想到我第一次割七回家以后 我的脸就肿成了电视鞋 身上全身都是特别大的那种大红肿包 然后舅舅和民国也是 养得去睡不着 全身都是结痂了又脑卡 然后的那种皮太肉战的 最后我们实在是受不了了 就组团去医院打抗敏针 还想过其他的办法 就比如说穿防护服啊什么的 大夏天的那个防护服憋出的汗 啊那个滋味就是人都傻了 但是过敏吗 我觉得熬过去就好了 结果没想到的是 我的作品失败了 失败过 嗯对 因为雕七引花 它的精妙之处就是在正常的光线之下 看着它是黑色的 但是当有强光照过去的时候 它金灿灿的图案就可以显现出来了 我当初做它就是因为觉得 它特别像我们中国人的这种 呃骨子里面的东西 就是外表看上去比较低调谦逊 但是实际上内里就包罗万象 精彩绝论 但是我自己的那个作品 最后在打磨的时候 我用手电筒照过去 我发现只有金线 没有图案 那一刻我觉得 天都打了 当初尹丽萍老师跟我说 其实最难的部分是雕七的 我没想到我费大的问题会出在最后 啊然后我拿起电话 就跑到厕所给尹老师打电话 哭破防了 就想到小伙伴们 为了这个 我能做好这个七七 几位时间都在过敏 然后吃了那么多苦 全身抓得稀烂 而且从来没抱怨过一句 然后我就越想越难过 对着电话哭的那叫一个天昏地暗 但是尹老师特别好 他没有打断我 然后他等我哭完了之后 才慢慢跟我说 他说过敏太正常了 他做七五十年 过敏五十年 到现在都还在过敏 更别说失败了 失败也很正常 有很多那种年纪 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傅们 他们如果遇上大气的性子 不是特别熟悉 也会失败 更别说我这么大一个大件 而且他最后说 有失败才会有成功 我们要敬畏失败 要尊重七亿 所以最后我又把这块木板打磨掉 然后又重新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把后面的步骤 又重新做了一遍 做好的时候已经是过年了 不过刚好可以当成礼物送给奶奶 新年礼物 但是他看到最终被长光照出来的图案的时候 他以为他说这是龙 我说不是龙 然后他说那是恐龙 我说这不是恐龙 不是恐龙 麒麟回首万事成 他都不知道 我其实是专门找了一支麒麟回头的图案 去做的这个 因为中国有一句话叫麒麟回首摆并销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健康嘛 嗯哦对了 我还特别喜欢这里面最后一组镜头 就是我跟奶奶一起在窗口前看着天外漫天大雪那一个镜头 我那天在剪的时候我就对着镜头傻乐 我留了八秒钟 我那个时候就在想 真好 这样的日子如果能够长一点或者再长一点 就特别好 所以我就舍不得剪掉 这应该是我做视频这么久 特别特别长的一个镜头 嗯就留着了 所以这是一个让我情绪 两极化很严重的一个视频 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那么作为一个从网络上为大家熟知的一个博主 嗯三年的时间其实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 那大正的审美可能也很快会被一些其他的事物所替代 对 会转移 嗯那么你是否有担心过自己的作品 或者是你自己会被大家遗忘掉了 嗯其实在二二年底 我的事情处理的差不多的时候就有想过要更新 嗯但是在那个春节我遇到了一个卖凉粉的娘娘 她给到了我一些新的思考 过年嘛我带我奶奶去我们明儿有一个叫云台观的地方走一走 饿的时候就在门口吃那个凉粉 那个卖凉粉的娘娘 她跟我聊天的时候 然后就给我看她的社交媒体软件 她说她自己用手机拍摄的她的凉粉的视频放在网上有很多人看 而且有人从特别远的地方过来买她的辣椒油吃她的凉粉 那一刻我发现了一个被我忽略 但是已经存在了很久的事实 就是互联网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发展的特别快 你看过去的几千年里哪有一个时代可以像我们今天这样 就是可以把自己的喜怒哀乐还有才华学识 一秒钟通过网络触达到千万人的手里 哪怕她只是因为只会做暴地凉粉的娘娘 所以说这是一个特别适合做文化传播的时代 而我自己呢短视频我做了这么多年 然后也是我最得心应手的事情 我今年已经35岁了 我是继续做下去还是说可以有一些新的尝试 最后我选择了后者 我认为不管是互联网短视频科技AI 这些东西它其实都可以成为我展示自己的生活 还有传播文化的一种方式 所以就还想要继续往前走走看吧 看能不能采出一些新的脚印 但是单说遗忘我觉得好像也不完全就是一个坏的事情 过去三年实际上我又稍微的过了一下被遗忘的日子 但是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和做自己的事情 没有人打扰嘛 就不会动一下戏一下特别的专注 但是拥有流量也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因为我可以用到这些关注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都挺好的都挺好的 过去几年里在互联网上其实也诞生了非常多的自媒体的博主 也其实出现了很多的离子七世的视频 那么这次你又发表了离子七世的标志性的这些视频作品 也会不会有这种担心就是大家可能不会再喜欢你的这种方式了 大家的审美可能会变了 这不是你的自己的东西就没有那么读书一致了 我讲个2018年的事情吧 当时我听朋友说东元木活字还有两个人会实际操作这本手艺的时候 我就赶紧跑过去学了 回来以后我花了特别长的时间去把木活字的前世精神整理成了一篇文章 当时我就特别的希望这些就快要消失的快要失传的手艺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 然后如果说能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学习去宣传 甚至是哪怕是父母把它当成一个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我都觉得非常的值得 所以我就把那个一枚那个印章是如何历经了各个朝代 然后演变成今天这样一枚小小的火字 整理成图文的形式发出来 其实当时在写到最后一段的时候 我把自己在电脑前写的哭得稀里哗啦的 因为当时我写到就是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一句话 他形容说很多传统文化他都像极了一位垂木的老人 他们在历经了遥远的历史长河之后不断的回望 他们渴望在这个不那么需要他们的时代里去找到属于他们的一点价值 而今天因为有了更多的传统文化的手艺人 以及我们做传统文化的自媒体们的加入 那位老人真的有在不断的被看见和被喜欢 所以这是整个社会参与的结果 如果只是我一个人不可能会形成今天这样的局面的 那至于我的作品是否读书一致还重要吗 我认为不重要了 因为它已经成了一个方向 我反而希望能够朝着这个方向走的人越来越多 而我自己想要继续做的事情就是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给这位老人注入更年轻的血液 我想让他年轻起来 想让他能够跟着时代一起继续往前走 那刚才子谢提到了很多你未来的打算 也透露了一些 能不能跟我们再详细说一说 那这次随着视频的发出 你后面的工作计划都是什么 打算继续放哪个方向上去做自己的一些选择 和一些事业的规划吗 眼下主要还是围绕着传统文化上 信心发展的一些生态方面的工作 比如说首艺人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和体系搭建 还有就是针对性的去解决一些 这两年我在调研过程中 可能遇到的一些传统文化首艺人 他们的一些实际的问题 比如说我发现这些首艺人主要的问题 其实还是集中在 比如说年龄层段的有点开 部分的首艺人他们年龄偏大 离互联网特别远 所以我就想了一个法子 就是让年长的传承人和年轻的这些 自媒体的创作者 就是互帮互助 创作者呢 他们可以教传承人互联网的 比如说直播 比如说拍摄短视频 去展示自己的东西 那些年轻的设计师 他们也可以去帮助传承人 提供一些更年轻化的设计 那么传承人呢 他们就可以教自媒体创作者 就是这一门技艺也还可以帮助 他们去审核 他们发布的这些内容 避免出现传播性的错误 反正就是这一类的吧 是不是在你的未来规划当中 也有一些商业化的考虑 当然肯定会有这方面的考虑 只是目前还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划 我就想能够继续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如果这件事情能够被认同 而且它是有价值的 还能够赚到钱 那就很幸福了 这次更新了好多条视频以后 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 仔细的视频会经常和大家见面了 就不会轻易的就突然停更掉 视频道也不是说以后就不拍了 因为我还是蛮喜欢跟大家去分享 我的一些生活 还有一些 全面的视频 如果在这里真的不能够 是说明确的 每天的视频 都可以温暖在这些 没有那么多了 就像你温暖在那里 说得更多了 六月 我在嘞 前面 没 muchís 没 让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